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小婆七车资讯网 我是当家车手阿娟 接着为各位带来本周的车坦快报 向来在我国路权政策中 受到打压的红黄牌重机族群注意啦 最近新北市政府释出了一项最新政策 于本月15日起将分别于市区内 板桥、巴黎、三重、新庄、中和等 共五个行政区示办重机专用停车格政策 与过去台北市台中市直接在示办地点 采用与一般白牌机车共停的措施不同 这次新北市交通局将采专用的重机停车格划设方式 在示办地点增设 宽1.5公尺、长2.5公尺的专用停车格 并加上蓝色标线 以区隔与普通机车格的差异 那大家关心的计费方式部分 当局表示将比较同路段汽车 才计次收费 4小时计费一次 每次30元 新北市交通局也呼吁 若爱车因为尺寸 无法完整停入该车格 则还是必须停放至一般汽车格内 话说回来 虽然可以看出各县市政府 对于大型重机有着越来越多开放性政策 但对于重机车主来说 最大的问题点应该在于 各县市的规定不一 若是有朝一日 可以将所有县市停车方案统一的话 才会是重机车主们的最大福音 大家说是吧 是逢中秋节 最近也刚好是中国重庆摩托车展的展集 国内龙头车厂三洋 位于当地的子公司 也推出了名为Cruising 400的大绵羊 没错就是先前官方曾预告的车款 如今这台充满欧洲设计风格的大洋 终于正式发表了 首先看到售价部分 这台400极具的单气缸速克达 售价为36980元人民币 折合台币约16.6万元 一如先前的推测 该车在引擎车架系统方面 与国内Messing 400采用相同平台 高刚性的双三角台设计 搭配充沛的399cc水冷单气缸引擎 除了在外观有着相当浓厚的欧洲设计美学外 Bosch ABS-TCS系统 这些安全性配备也一同到期 不过相信这次Cruising 400最有亮点的地方 应该就数这颗硕大的7寸TFT仪标板了 除了拥有丰富的全彩资讯幕 更搭载SYM最新的T-Box智能互联系统 可以与车主的行动电话进行配对 便利性大幅提升 同时也是SYM目前产品阵容中 率先使用车联网系统的作品 再搭配下方的Keyless免钥匙启动系统 双USB充电布 几乎可以将这台Cruising 400 试为配备更丰富的豪华版Messing 400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颗多功能连线的仪标板 也不是没有机会出现在国内市场咯 上周登场的重庆摩托车展 可以说是相当热闹 除了风格独具的三洋Cruising 400 以及各大中国车厂 相继发表了e-clutch技术之外 最新的GXJC 张雪机车也在车展上推出了许多新作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属这台名为GX500RR的中排量四缸跑车了 根据官方表示 GX500RR是一台在500集剧中主打运动性能的作品 拥有85匹惊人的输出动力 最大马力转速落在13500转 且0百加速仅需3.4秒 急速跟突破每小时240公里 这样的动力表现 已经足以对Kawasaki Ninja GX4RR造成威胁 虽然在外观造型部分走的是相对平时流畅的线条 但在车展中亮相的荧光绿车色 则不免让人与传奇联想在一块 加上曖昧的GX500RR车名 如果你以为这又是一台致敬车款 那可就错了 丰富的多种可调骑车模式 Keyless系统 标配防甩头以及销魂的后单摇臂等 官方表示最快在明年第一季就会正式上市 到时候就让我们持续来关注 该车实际的性能表现吧 除了眼花缭乱的车展内容 国内车厂光阳最近也提交了一则 名为K-POP的商标专利 令人不免怀疑 若真有这台车的存在 可能会是什么定位呢? 首先约莫在20年前 光阳基于热门的JR车系 推出了具有前土厨的可动版本J-POP 除了车头造型不同外也变得更加圆润 依照这样的秘密逻辑 以及该车厂目前的产品阵容来看 K-POP也相当有可能会是一台 以K-1为蓝本打造的可动车型 毕竟目前竞争对手有着活力EO的产品 在目前光阳聘请男汉啦啦队女神 作为车款代言人的趋势下 K-POP到底会是一台什么样的车款 也相当令人期待呢? 最近有消息传出日本卖到饭的Honda Freed 台湾本铁已经针对这台车进行导入评估 如果未来在东南亚推出左驾版本 将使Freed来台几率大幅提升 或许将成为国内MPV集聚的新宠 日轨Freed提供5人座 6人座和7人座不等配置 一大卖点在于第二排座椅具备360mm前后滑移功能 让不同身材的乘客都能拥有足够的西部空间 而在动力方面当地提供1.5升汽油 1.5升油电双边城 其中油电款更拥有每公升25.6公里的平均油耗成绩 无独油偶 身形较Freed更大的Step Wagon 存出同样也在导入规划之中 是款长达4.8米的三排中型MPV 受惠于更大车身尺碼 车舱空间更加宽阔 且第三排座椅不用时 更可以直接隐藏后行李箱底板之下 空间利用上更有弹性 到底这两款空间机能优秀的 多功能修旅有没有机会来台 只能极其希望台湾本田能引进 造福国内消费者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阿娟我们下次见 拜拜